腸子跟腦之间其实有非常紧密的连结 甚至连我们肠道里面的菌都会影响到大脑的功能 当我们的这个饮食或者是肠道不健康的时候 会间接的使得我们大脑产生进一步神经性的发炎 所以尽量挑食物原本形状的东西吃 尽量不要吃素食跟加工品 其实我们就可以避掉很多的地雷食物 其实我们的这个讲肠脑连结 也就是所谓的这个Brand Gut Connection 其实在最近这几年也十分的热门 大家很难想象嘛 就是肠胃道跟大脑这个八杆子打不着的地方 怎么会互相影响 那后来这很多的科学研究就发现说 的确肠子跟脑之间其实有非常紧密的连结 包括他们会透过一些神经传导物质的连结 包括会透过一些免疫发炎物质的连结 甚至连我们肠道里面的菌都会影响到大脑的功能 那我们的这个身体有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激素 叫血清素 血清素就是影响我们整个人快不快乐 可不渴望有没有很多的趋性 能不能够很活跃 很自在很有活力的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内分泌激素 居然有大概八成以上的这个血清素 就是储存在我们的肠道 所以当我们的这个饮食 或者是肠道不健康的时候 想当然而这些很重要很重要的跟我们的大脑 还有我们的情绪相关的这些内分泌功能 就会受到影响 包括免疫也会受到影响 那这都会间接的使得我们大脑产生进一步 神经性的发炎 那这个已经在科学研究是非常缺失的 那其实我们在临床上也会看到 就是有很多有肠道疾病的人 比如说这个胃快疡的人 或者是肠造症的人 其实他多半都会合并一点点这个大脑功能的失调 记忆力注意力涣散 然后记忆力下降 然后甚至是觉得自己就睡眠通常都不好 所以不管是临床上或科学研究上都会发现说 想要强健自己的大脑功能 要消除脑霧 其实很重要很重要的一定要 注重自己的肠道跟饮食的健康 其实我们一般来说在外面外食啊 其实还是有一些挑选饮食的技巧 比如说这个吃食物的原型 尽量挑食物原本形状的东西吃 尽量不要吃素食跟加工品 其实我们就可以避掉很多的地雷食物 那再来就是说有一些刺激性的东西 包括过辣过咸的东西 那或者是酒精类的东西尽量不要碰 其实也就避掉很多的对大脑有伤害 或对肠道有伤害的饮食这样 那可以多吃就是深绿色的蔬菜 多吃食物原本的形状 像鱼肉就吃鱼肉不要吃鱼浆制品 那肉品就吃肉品不要吃腌的 或者是吃加工 像火腿香肠 咸鱼腊肉这些尽量都少一点点 那因为这些东西也被证实 除了影响大脑的功能之外 其实很容易使得肠胃的负担过大 那甚至就是加工的肉品跟这个致癌 因子是有一点点相关性的 所以其实就是还是可以掌握一些小绝窍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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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